孩子15岁,然后他是发烧 然后他那天是在初夕 就在初夕那天,那么准 很远话还没有吃的,他就发烧了 那时候是6点多干嘛 我想这个时候我哪里去找医生 然后除非是那种去emergency的那种 所以我想初夕去,不会吧 然后我就不要,然后我在我家公家 吃完饭7点我就回去 刚好家里我已经有 预备两盒的雪多在捡了 所以我就给他,一试过给他两包下去 两包下去,半个小时过后 他因为发烧,小孩子会变 软软的,他没有活力的,他就是躺在那边 所以我给他两包下去之后,他就开始 半个小时过后,他就没有烧了 然后他就开始出去,往边炮 那个小孩子的黄烟花,妈出息 所以他玩了一个钟多进来,我也忘记了 因为我那马生大,我就去冲凉了 因为其实发烧是不可以冲凉的 我忘记了,然后又去冲凉 冲完凉,10点又发烧,又烧 10点烧的时候,我再给他两包 所以我又拿,再下去拿两包给他 然后我就要选择多一点 然后12点,放边炮 我们不是,大放边炮 那时候就完全没有烧 就完全没有再发错到今天 然后那个效果,我自己看了 我说,哎呀,实在给你 我说,哎呀,发烧 那时候家里是,因为小孩子10岁了 我是没有预备什么 对,发烧鸭 因为我们平常是 4岁3岁才预备 那时候,10岁了 我家里是没有发烧鸭 然后我老公讲,你不要给他是大人的 然后他毕竟才10岁 所以我就只给他4包的书多 然后到今天,完全是没有发错 然后也没有去看医生 因为医生通通没有看 所以我是说,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尤其是因为我去幼儿园的 所以你可以预备一下 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现在家里都有预备 只要是喉咙痛还是什么 我就给他讲 来来来,自己去拿 他每天一天一包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我就跟拉拉一样 他现在自己会去拿 所以如果没有什么 平常我就给他一包 如果是发烧 我就是四包下去 一天一包 那天往上 才4个粥 他四包下去 所以你看 人药都不用吃 所以你自己想一下 你要洗药 还是那个消炎药 还是你要洗药 所以 我还是说 预备一下 所以你们今天晚上 因为现在刚好是荣幸 有offer 所以你们可以买 可以下单 谢谢 我没事 谢谢 今天 谢谢大家